1992年12月27號 我被公安局帶到他們公安辦公的地方 從此走上了蒙冤的23年的開始 我名字叫陳馬 我生於四川省綿竹市 今年53歲 律師傅 通過破對転家庭 不適合 突然回到發展 所以是我們加入的 一鈴鐺 這個式作用 就算年輕時 有請才女子 有請是 約6000年 他十四川省綿竹市 小時候吧 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說 比較單純吧 都是家庭的影响 那么喜欢听音乐 喜欢读书 我最喜欢的贝多芬 命运交响女 当然还有很多 采国斯基 莫扎特 巴赫 欧洲的 17 18世纪的 著名的音乐家 我当时是 25岁吧 1988年去海南 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想 就1992年 当时我在海南的时候 已经开始搞一个装修公司 有一点起事 当时因为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他们就说 可能就告诉我 比如说我以前住在那个 海口市上坡下村 109号的一个房东 说死了 又后来有什么 那里又着火了 发生火灾了 那是我一无所知的事情 最后他们把这个 所有的罪名 强加在我头上 但是实际上 从整个材料来说 其实都能可以证明 其实我根本没有 这个作案的动机 甚至作案的时间 他们寻寻过 把这个强加在我头上 我当时在神志不清 甚至恐惧的情况下 可能有这个口供 但是这个 所有的口供里面 它实际上也是 和现场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按照国家的法律 这个你犯了罪了 那么你就是要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那么我没有做这个事 我是冤枉的 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从心理上 能接受这个事实吧 就我父母 为了我做实在的 付出的太多了 他们每个月都给我信心 鼓励我坚持 坚信这个法律 一定会还我的公道吧 就是23年的失眠 说明这个问题 每到晚上我就无法睡觉 白天可以看看东西 看看其他的看看书 给别人讲点话 晚上都是独自一个人想 我的吃安眠都吃了26年 那么一走出这个监狱的大门 那么你就感觉到自由的新鲜的空气 所有的以前的痛苦 在那可能在那一瞬间 得到这个释放或者解脱吧 等我回来啊 晚上我们坐飞机 从海口直达成都 到了成都 我的很多同学到机场来接我 我慢给我回来啊 接完 我们就回到德阳吧 我觉得很感人的 就我的同学啊 很多感人的东西 那我再来说 我只想不回来啊 我还要再来说 我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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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看到我的父母 那就是说明显的 尝老很多了 脸上的皱纹 爬满了整个的脸 他们的行动已经很不灵动了 在有生之年 就是能让他们看到这个真相大碗一天 我频繁遭雪这一天 那么也是最大的一个信誓吧 中国就是说这个23年 发生了天翻地翻的变化 以前在23年前就还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 隔绝了23年 那你这个可以说是很陌生的 甚至是一无所思的 那都需要从头来学习 那你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做一个人啊 特别是不好的东西 痛苦的东西 那你应该尽量地把它释放把它抛掉 因为你要生活 你不能老是成立在痛苦当中 纠缠于过去 只有你把释放了 那么你可能人生的路才走得轻松 未来的才会快乐 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